遇到生活中许多问题 民众可能都会到庙里 祈求神明解答 并以指教求签诗的方式 想知道问题的答案 全部60支签诗都是文言文 想解签可就需要专人服务 每个签诗它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而不是跟我们断定说 它结果会怎么样 那只要我们去做 它就会有所改变 这是疫经的基本原则 所以我们里面是用疫经的 最基本原则下去编这本签本 也就是希望每个人就说 不要认为命运是给人家掌控 是掌控在自己手上 为了方便民众解惑 清水的民众蔡正明 特别花了八年的时间 收集各种资料 期间包含和文史工作者 研究考证等步骤都马虎不得 才让她顺利完成出版 天上圣母六十甲子 圣签细节一书 蔡正明表示 书中详细解说 各签诗的故事内容和由来出处 大家不要被外面的一些 所谓的术士 还是说一些不会解签的人所误导 那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 自己去了解该怎么做 然后帮妈祖去哄扬 他的文化把它哄扬得更宽广这样 内容是刚好是 我们已经收集了八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有几支签找不到 那是因为说 跟东港东东宫的温望 也跟他请求过 所以他让我们找到一些 比较找不到的签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我们一定要出处嘛 那出处要做得很好 我们才让他出来 所以才会有这本书 那这本书也是朋友捐印的 蔡正明也提到 自己姻缘际会担任 北港朝天公妈祖的志工 开始研究易经 而在收集签诗的过程 发现签诗的用意 是在教化民众 信仰却不迷信 他已强调 世上没有不好的签 重要的是 当事者如何改善缺失 转变命运 记者怎么会 台中长报道 在收集中